救人一命性做7級浮淘 隨著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 學習急救就變得更為重要 所以我們就製作了這個 心肺復甦法訓練裝置 Revive Master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裝置 計算玩家進行心外壓時的速率、深度 然後進行回歸 運作方面連接著 Kipton Robot B的TOF距離傳感器 為通過計算距離是否正確 再將正確的按壓次數顯示在數短屏上 再將數據傳送至Microbit Microbit會計算玩家是否以一秒兩下的速度按壓 Microbit也會給出黃燈表示太慢 紅燈表示太快 綠燈表示正確的指示 用家也可以清楚知道按壓是否準確 而紅色的按鈕就用來重置裝置 方便訓練 而裝置外殼方面 我們通過使用3D打印技術 將外殼打印出來 而兩塊板塊的中間就放置了彈弓和TOF sensor 裝置軟件方面 我們通過使用Unity serial port 將Microbit連接上Unity 當玩家按壓裝置時 屏幕上的方塊會彈起 Unity會根據玩家按壓的速度、深度 以及準確度 為玩家的表現評分 急救教學平台方面 我們建造了城市街道的場景 玩家通過控制角色游覽街道 會遇到不同的意外場景 我們添加了OpenAI的Chatbox功能 會有消防員等解釋意外的情況 以及如何應對 玩家也可以繼續詢問OpenAI 以了解更多有關急救的知識 我們的裝置小校方便 外形獨特 適合老少使用 也可以為青少年或小孩提供急救教育 此外,相比起普通的訓練裝置 我們的裝置會給即時回歸 令玩家可以即時改進 並配合遊戲和學習平台 令學習急救更有趣 為了更了解其他同學對這個裝置的意見 我們邀請了幾位同學嘗試使用我們的裝置 然後再發放Google Form 收集他們對我們裝置的意見 根據Google Form的結果 我們發現很多同學認為我們的裝置 可以有效地教導他們急救的知識 但當中的遊戲比較短 需要加入計分制度 增加刺激性 而教學平台便需要添加更多的場景和角色 在未來 我們通過繼續重新設計裝置的外殼 令外形更獨特更堅韌 亦會添加不同的功能 例如有屏幕顯示按壓深度等 軟件平台方面 我們會通過擴展教學平台 加入更多的角色 亦可以讓玩家和玩家之間 可以交流有關急救的知識 並加入更多好玩的遊戲 令急救更普及化 然後再把電視機放在內 入獄後